哈喽喽大家好 我是Somi 今天要教導大家獲得我頭上這個華麗的帽子 相信大家應該在這次的王國之類 常常看到有人戴這種類型的時尚 那我們寧科當然也要戴時尚界的領頭牙啦 那這頂帽子的功用呢 就是只有時尚而已 沒有任何的功用 那我這一次也會一併教導大家拿長舊的髮夾 這個長舊的髮夾其實就是回到曠野知習的髮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次王國之類 如果寧科沒有戴任何的頭飾 頭髮是閃著的沒有綁起來 那這個長舊的髮夾就是回顧到曠野知習綁起來的樣子 那因為這個任務需要找村民 所以村民會走來走去 我是依照我當下姐的時間為主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出發囉 這次的任務呢都在哈特諾村這邊 大家一樣可以參考右下角的經緯度 抵達村莊後呢我們向上走 之後往左邊看會看到有這種外型的點 給大家看一下 之後我們再走進去 進去之後呢你會看到薩格洛 跟他進行對話 之後才可以觸發我們的任務 大致上說的內容呢就是說 這個女生她過來這個村莊 給了很多這個村莊的裝飾 當然也帶動了人潮 只是變成說村長她覺得不太滿意 於是呢他們起了爭執 要進行村長選舉競賽 對話完畢之後呢 我們再跟薩格洛進行對話 這時候她會問你 你是選擇哪一邊的 我是選擇中立派 大家可以試試看不同的選擇 如果有不同的反應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唷 那我們就會接到第一個任務 就是要給還沒有穿著她設計衣服的八個村民香菇 藉此來達到宣傳的效果 那我們下一步走出去門外 會有一個任務 我們把它接起來 因為等一下必須要過這個任務 完畢之後呢我們就開始尋找七個村民 那第一個村民呢我們就來到他們的旅館 這邊會有一個人 他大多數都會在旅館附近徘徊 如果大家擔心找不到的話 可以大約在兩點的時候過來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找到他囉 跟他進行對話之後給他香菇 就可以完成了 那下一步呢我們要去村長的家 大家一樣可以參考我右下角的經緯度 那村長的家呢他其實就是旁邊 他這邊會有階梯我們走上去 我們走上去 之後開門 裡面會有一個MPC 我們跟他進行對話 為什麼要先跟他進行對話 是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找的人 他會在河邊 我們跟他先進行對話 才可以一併接另外一個任務 那下一個位置 他會在我們的牧場那邊 這邊有顯示地圖給大家看一下 也可以參考我右下角的經緯度 那這邊的人他其實都會走來走去 我大約是在4點半的時候過來這邊會遇到他 之後跟他進行對話 就可以給他香菇了 這邊的話他也會有另外一個任務 他會請你給他三個巷子 之後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跟他換三個牛奶 這邊的話就看大家要不要過囉 牧場的河邊這邊其實還有一個女生 我們可以跟他進行對話 因為我是晚上的時候過來 我不知道他中午的時候在不在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他也會有另外一個任務 晚點我會教大家怎麼過 之後如果是白天的話 大家可以往我們的實驗室的方向走 通常這邊會有一個老人 他會走上去 我們跟他進行對話 順便給他香菇 如果是晚上的話 他會待在他的屋子裡面 那他的屋子呢 其實就是從實驗室往下走 在井旁邊的這個屋子 我們這邊也要進去 因為老奶奶都會在裡面躺著休息 我們可以吵醒他 之後順便給他香菇 那下一個人的話 必須要晚上的時候 再過來一次旅館這邊 這時候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老人 我們跟他進行對話 就可以把香菇給他囉 那下一個位置 因為我擔心大家找不到 所以我直接給大家看地圖 可以參考右下角的經緯度 其實位置就是 在我們第一代曠野之習的家 之後右邊的房子 這邊建議要往上過來才會有人在 我們跟這個男生進行對話 之後就給他香菇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在我們的大門口掃地的女生 我們跟他進行對話 他會給我們一些鳥蛋 之後我們就給他香菇 這樣子就完成任務了 完成任務後 我們再回去找薩格諾 跟他進行對話 之後我們晚上的時候 過來村長家 這時候會看到村長的老婆 我們跟他進行對話 這時候我們就會開啟新的任務 等到白天的時候呢 我們到村長的附近 我們是要進來他這個倉庫 這邊是進不去的 我們必須要想辦法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 左上角會有一個頸 我們從頸這邊跳下去 這邊建議大家 要記得把任務的指示開起來 就會顯示有環環的地方 我們這樣子的話也會好知道 倉庫的位置 那因為下面比較錯綜複雜 我這邊就直接給大家看地標 因為洞窟裡面會彎來彎去 所以大家要記得 朝我們的環色的標記前進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好知道位置 那我們主要到達的地方 大家可以參考我右下角的經緯度 那這邊的話前面會有一個山洞 右手邊會有一個小洞 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在中間 我們使用穿殘束穿上去 抵達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桌上會有一個筆記 我們進行調查閱讀 之後再開門出去 去村長家找他的老婆歸還任務 這邊有一點需要注意 如果是白天的話 我們過去村長家只會看到村長 並不會看到他的老婆 我們必須要等到晚上才可以過來 之後跟他老婆進行對話完畢後 就可以歸還任務囉 大家記得我們有在薩格諾店面前接了他妹妹的任務嗎? 我們必須晚上的時候跟蹤薩格諾 我大約是在23點的時候跟蹤的 這邊建議大家不要走得太快 以免被他發現 等到他進去門之後呢 門跳下去 之後回頭走 這時候你會發現 右手邊會有一個小窗戶 我們站定位 走到下方再使用窗牆樹上去 這邊會有一個小門 我們走進去 就會出發任務囉 之後呢我們再走出去 去找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通常都是在店的外面 我們跟他進行對話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任務了 那下一步呢 我們就是要到牧場這邊 這邊我們有接一個任務 那他主要就是 湖中間會有一個信件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信件拿過來 那這邊的解法 就看大家個人的習慣 我是砍了三根木材 之後把它黏在一起 再使用風扇機 大家也可以用自己習慣的方式 或者是自己有造船的話也可以 主要是要將湖中間的瓶子 帶回去給那個女孩 那我們使用救急手 之後放在女孩的附近 再跟女孩進行對話 對話完畢之後呢 他會請我們去屋子裡面找他 之後再跟他進行對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他特若起司 這樣子我們的任務也就完成囉 那下一步我們就去村長家 之後跟村長對話 我們就可以完成了任務了 之後就會開啟最後一個任務 之後呢我們走到薩格洛的店這邊 跟他的妹妹進行對話 我們就會開始觸發劇情 我們就會開始觸發劇情 那劇情觸發完畢之後呢 他就會請我們去他的店裡面找他 之後我們再跟他進行對話 我們就可以拿到我們的帽子囉 那接下來是帶大家去找我們的長舊的法家 我們要去的是我們在曠野之息所購買的家 這邊走給大家看一下位置 抵達後呢我們往右邊走 這邊會有一口井 我們從這口井跳下去 之後會看到這邊有一個寶箱 把寶箱打開就可以獲得我們長舊的法家囉 那這支影片也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Goodbye 這邊偷偷跟大家講一個小彩蛋 我們戴了這頂帽子去跟村民對話 有時候他們會說你的帽子很時尚 這時候我們在去村長家的時候 也會看到村長家的神像 會變成香菇的形狀 是不是超可愛的 這個熱的熱量 是受苦心的 特兴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